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在法律環上有一個定律 叫羅卡或路卡定律 意思是 凡兩個物體接觸 必然產生轉移現象 也就是說 兇嫌在現場犯案時 不但會帶走一些東西 也會留下一些微量激震 都將成為對抗它的 沉默證人 它不會消失 只等待我們發現它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法那一天 高雄富鼎金公墓 金賤野口啃咬尸體 面目全非 腹部消失 甚殘肢死狀凄惨 富人控男友家暴 難同蒸發育一星期 近代詭異凶器潛逃 還怒向尸體來討命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羅斯孔引勇 求歡嗆時案 時間回到2004年1月19日 地點在高雄市的 富鼎金公墓 在中午11點半的時候 一名墓園工人突然瞥見 有十多隻的野狗 圍著一個人體啃咬 一路以為是 撿骨獅要曬屍體被亂咬 過去虛擬野狗才發現 居然是一具 小孩的獅聲 男同的屍體被棄置在高雄市 富頂金的公墓旁發現屍體的墓園工人 當時正騎著腳踏車巡視墓園 幾隻野狗正啃著男同的屍體 小小的屍體不但頭顱和下半身殘缺不全 左腿甚至只剩下骨頭 令人看得相當不忍 據發現的民眾講說它經過的時候 有那個狗在那邊啃死 那麼下半部就是左小腿 以致 右腳掌以致 所以這個死狀慘不忍睹 警方初步研判死者年約十歲 由於屍體嚴重腐敗 死亡時間至少超過十天 但因為屍體在這幾天才出現 警方不排除小男還是遭人殺害 棄屍在公墓旁 小人童整個臉部都不見 腹部也整個消失 但是 淒慘的死狀讓警方一度以為 是發生了分屍命案 立即組成專案小組 不過法醫相應後 沒有發現任何人工切割的痕跡 不過由於缺乏身份線索 今天小組擴大範圍搜查 連附近草皮都掀開來繳 幸好發現了男童的醫物 警方調查發現 男童應該是遭人故意棄屍 因為這裡並非第一現場 旁邊都是那個打草 放在那邊也沒有發現什麼雞證 都沒有什麼雞證 那個草皮沒有被採過的 草皮都沒有被採過 應該是丟在那邊的 男童被狗啃食的殘缺不全 目前唯一可辨識的是 身穿灰色的短袖橫條上衣 黑色長褲 目前警方正清查全國的失蹤兒童 調查男童的身份 同時也呼籲家中如果有 10歲左右的失蹤男童請與警方聯絡 由於棄屍地點非常偏僻荒涼 可以說只有在地人才知道路線 警方優先清查 匣內的失蹤案 果然8天前一名單親媽媽才說 她11歲大的兒子小周離奇失蹤 懷事交往兩年的男友鄭春中 趁機將孩子爐走殺害 警方當天晚上就到男友住處找人 卻撲空 結果發現他躲在隔壁空屋的樓梯間 還拿著一把十字形的螺絲起子 只是上頭乾乾淨淨 驗不出東西 住家也沒有相關機證 加上當時還不知道男童已死 只好將他請回 但現在屍體找到了 帶他去認屍 反而對著屍體咆哮 周啊如果是我打死你的 怎麼樣都沒關係 你來找我討命 堅定的態度讓警方一度動搖 只是他嫌疑最大 該怎麼辦呢 這是高雄先破了另一件重大命案 警方帶著裝信嫌犯 前往住處搜索 找出作案的工具 嫌犯殺害流因過程 都是利用年紀大的老父 沒有反抗能力 從背後以電線勒比 裝信嫌犯殺害了第一名70歲的流因之後 害怕住在隔壁68歲的流因檢舉 三天之後乾脆一起殺人滅口 裝天柱一連殺了四個人 警方從電線跟死者斷裂指甲上 發現唯物激陣 才將他繩之以法 就是靠著開頭提到的羅卡定律 而男童案的承辦法衣削開瓶 天文嫌犯特別帶著螺絲起子躲藏 懷疑這個工具相當關鍵 於是再次南下相驗男童屍體 果然在鱸骨底部深處 居然有一顆蒼蠅的蛹 正在發現有一個很小 直徑不到一公分的小洞 凹痕符合十字形的螺絲起子 等於揪出了致命傷跟凶器 正村中才終於扶手認罪 被警方鎖定涉及男童命案的 正姓男子一道案 立刻被警方帶往副頂金公墓 模擬當時的狀況 戴著頭套的正姓男子 指著這根堅硬的水泥柱說 他就是在這裡將男童的頭 撞水泥柱 將他撞得是奄奄一息 小周母親靠著打零工為生 跟男友交往兩年 已經打算分手 正村中為此不滿 時常動物動手打母子倆 1月10日當天上午 正村中性急想求歡遭拒絕 再度怒打兩人數把掌 小周母親為了躲避暴力 只好先答應 之後不但跟孩子去報警家暴 晚上優惠還放鳥 讓正村中更加惱羞成怒 只不過晚間 他在鼎一街這邊 巧遇男童 先坐一度後 再再到公墓暴力泄憤 接著用螺絲起子 刺入頭顱跟右翼下 隨即氣死逃亡 警方帶著嫌犯前往公墓說明 當時到底是將屍體丟棄在哪裡 這個人家 這個人家有這個 好 好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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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公墓並非是第一現場 嫌犯共稱在案發當天 在高雄市三民區鼎永街這裡 先毆打小孩 結果男童的頭撞上了 路邊的水泥柱重傷 前幾天 這個凶險有打死者 還有他的母親 因為他去報案 所以他懷恨在心 就在這邊發生的 原來四十歲的正姓嫌犯 是男童母親的同居人 本來就經常打小孩和母親 男童十多天前 曾經前往派出所報案 結果被嫌犯知道之後 竟然將他活活打婚 再丟棄在副頂金公墓 任憑男童死亡 進入法院審理後 法官認為 他只是因為女友刻意疏遠 竟然就遷入男童並殺害 心性手段之殘忍 且犯後未坦承犯刑 2006年3月30日 判處無期徒刑 三審定業 只是誰也沒料到 16年後 副頂金公墓再度發生 野狗啃屍事件 公墓山坡圍起封鎖線 見識人員在現場採證 等待檢察官跟法醫到場初步相驗 發現嬰兒屍體的地方 就在高雄市赴頂金公墓園區 雙湖公園的大坪雨衣幕後方 幾乎沒有民眾會從這裡經過 3號下午1點半左右 是施工的工人在現場發現殷屍 發現有一個嬰兒的頭部 那我們檢方現在也積極在偵辦 已經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了 當時這名工人在現場進行山坡綠化施工 聞到惡臭味上前查看 才發現草叢堆裡的嬰兒臉孔 屍體被電子包覆住 攤開來才發現疑似遭到流浪狗啃咬 居然只剩下頭顱 目前從初步的外觀沒有辦法辨識說 這個男嬰是男神還是女神 動物啃咬過嗎 這個部分還要等法醫看夜裡過 駭人的狗啃嬰失案 立即登上社會新聞版面 其方原本懷疑是年輕男女 惡意狠心 遺棄親生骨肉 透過婦產科查詢新身為資料 沒想到三天後 案情突然峰迴路轉 丟棄殷屍的居然是這群人 他給你給我打人 是嗎 面對記者的提問沒有回應 被警方帶回警察局的 就是涉嫌丟棄殷屍的董姓嫌犯 警方調閱監視器發現共犯 還有他們經營禮儀公司的盧姓業者 被帶回時還用手遮著臉 原來業者接受醫院托付 要處理產後死胎 結果他卻交辦給國姓女子 女子沒有處理 再轉第二手給董姓男子 結果居然是直接丟棄公墓 隨意的丟置 導致這個屍體 造毀損 全案我們依 遺棄 屍體罪 一送地檢來偵辦 小朋友要先給一個名字 去辦火花許可證 之後要去揮法庭揮法 過去傳統沒有法規規定 但現在必須要取得火花證明 才能做後續處理 嫌犯隨意丟棄的行為 也讓過往的小生命 不能夠安息 無法順利出生的死胎 找無良殯葬業者低價轉包 最後無法入土為安 令人傻眼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嫌犯鄭村中一個心虛舉動 成了破案的契機 只是反向思考 如果他沒拿走螺絲棋子 警方想順利破案 恐怕就沒那麼容易 我是老Z 我們下集見 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